瓶瓶罐罐子店一三五七 因为我不懂吗 哦你不懂了现在懂了 我现在懂了 念着环保口诀 在按下发亮的灯香 会众对分类更记得牢 马六甲御佛典礼举办环保展 要民众不止御佛进心 还要环保进大地 之前我不懂这个玻璃 比如可以用小个的啊 大个的 我们每次都拿去丢 因为怕人家打破会伤到人家的手 不变成我不懂 现在我来了 我什么都知道 很多样哦 这个是小型的土埋场 没有被回收的物资会送往哪里去 让我们到土埋场去瞧瞧 70%的那些辣西油是可以回收来做的 如果这些东西 他们真的是有去分类有去什么 真的又可以省很多钱又可以还 如果只能一天地球没有了 地球生病了 谁会遭殃 都是我们自己遭殃的 所以你不爱他 他怎样来爱你 我们的三个他们一张纸 就是可以用四张把三十到四次 不要丢弃 更好是从生活做起 富有创意的爱心统 让民众一面游戏 一面学习减叹行动 就比如说 像我用掉那一词啊 我可以来做这星星啊 或者是 像老师在班上啊 写什么 有讲什么 事情然后可以记录在一个纸里面 我们少吃一餐啊 一餐的快餐 我们就少了500克 500克的那个二元化汤 这个东坡好 因为它的肉是 所以要是它东坞 然后拿它的肉来煮 所以以后你吃什么 菜 人潮不断 每个人边参观边体验 提升了环保意识 也加入更多的环保生力军 大爱新闻 吴小红 郑庆农 马来西亚 马六角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